我在這裡 門後面的男子蹦蹦蹦敲門 大聲呼喊快救救我 把我開門我鎖壞掉 門鎖壞了打不開 男子從門縫遞出鑰匙 請員警幫幫忙 門終於開了 男子哀哀叫 鬆了一口氣 因為他被關在屋內 整整15個小時 快受不了 我會死啊 我會發救命 我沒有手機也沒去 被自己套房的門反鎖 手機又不見 沒有室內電話 男子呼天牆地 狂喊救命 猛敲牆壁 用盡各種方法 還是出不去 我發救要死 我發假扁 都假扁 扁在地撞 在地撞 男子乒乒乒乓 製造一堆聲響 狂喊救命 但鄰居根本沒聽見 沒聽到 沒聽到 因為我們在這裡上班 沒有聽到 15個小時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直到樓上的房客回家 聽到聲音 才幫忙報警 終於解尾 男子男眼激動 向警方告白 結束這場受困驚魂祭 九零四季 南京城台中採訪報導